中國在外國的打壓下 經濟動力仍是相當強勁 如果中國外循環保持得好 香港未來是不能發展 疫情過去之後經濟會復甦 所以我對今年的樓市是提供一籌 香港的樓價最近出現了 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過去那段時間樓市在高位增持 方向不算很明確 有些人覺得增持一段時間後 就會大幅下跌 亦有些人認為增持那段時間會上升 在前兩年來說 估計會下跌的人似乎是佔多數的 因為香港的情況 香港無論政治上、經濟上 都是壞消息相對多 政治上一方面是社會運動 香港相對撕裂 另外後期亦有國際的制裁 令香港受到某種形式的打壓 有人擔心香港以前扮演的角色 不能繼續扮演 加上後期又有疫情出現 很多正常的經濟活動都被迫暫停 實業率又上升 工資又不能加 在這個情況下 樓價竟然沒有大幅回落 最多是在高位停滯不前 所以,人們開始對樓市覺得 不是差得那麼厲害 本來今年還多了 英國提供的BNO移民計劃 差不多有BNO 好像有500多萬香港人 都可以用5加1的方法 移民英國 初初去的時候 英文又不用考 英國的知識 又不用考 就讓你去 只要你不用英國的福利 有半年左右的生活費 就讓你去 很多人都估計香港有數以十萬 計的人會離開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樓價真的不能升 所以,初初都持悲觀情緒的人都相當多 我自己看到去年不下跌 我今年初就看好一點 我認為如果跌不下跌 就是反映市場的基礎是相對鞏固的 究竟為何這麼多人移民的情況下 都不下跌 如何去理解這種狀況呢 我自己看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就是現在移民的那批 就是年紀輕的多 年紀大那批 八、九十年代已經移過了 一種他可能取得了外國籍、居留權 但都發覺仍是生活在香港好 所以已經回來了 現在走的那批 年紀輕 其實擁有物業不多 前一輪 有人做過統計 好像年青人擁有物業的只有7%左右 所以這批人走 有樓賣的可能不多 當然地產是靠人居住的 沒有人居住的價值都會受影響 我估計他們影響租金 是比影響樓價多 因為少人居住 租金就會下跌 但是他們沒有賣樓 或者賣樓的人不多 對樓市的壓力相對少 所以他們對租金有影響 對樓價影響少 第二類人 他不是不走 但是 他對香港的不滿意 主要是政治上 在經濟上 因為他不覺得香港一定沒有發展 擁有香港的物業 他可能覺得還是一項好的投資 所以他就未必立即把樓賣掉 所以賣的壓力就不高 另一方面 可能亦都有一部分商界人士 或者建制派的人 很多人覺得香港的情況 在有了國安法 有了新的選舉安排之後 香港的政治會相對穩定 內耗可以減少 政府的施政會比較順暢 在這種環境下 其實香港的發展會更加好 所以他們不單沒有賣樓 可能還增加了投資 中國在外國的打壓下 經濟的動力還是相當強勁 似乎中國的外循環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香港的角色 主要是在中國的外循環 那裡扮演角色 如果中國的外循環 是保持得好 香港未來是不能發展的 疫情始終會過去 疫情過去之後 經濟會復甦 我相信現在香港的失業率 已經去到頂位 陸續應該會好轉 當疫情少了之後 香港人又會出去旅行 又會出去吃東西 出去消費 經濟我相信是會好一點的 這個對經濟的前景好轉 日市的積極性也會增加 另一方面是美國仍然是不斷QE 美元是有貶值的壓力的 與其持有現金 不如持有一些物業作長線投資 所以我相信這段時間 是一些不動產 吸引資金能力還是強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今年的樓市出現了逆轉 我認為一旦衝破歷史的高位 它的升勢是會加劇的 現在中原城市指數都已經升到181點多 高峰期都是190點多 所以升多5%左右 已經有機會突破歷史高位 一旦突破歷史高位 升勢只會加劇 所以我對今年的樓市是太供一籌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